今天我們教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環保袋 因為現在環保醫師抬頭 我們要熱愛我們的地球 那可以把你已經不需要 不想穿的衣服 然後它圖案還不錯 你把它留下來 然後衣服上的花邊也可以留下來 另外把花邊跟你的T恤的英文字結合 就可以把這個環保袋做得還蠻專業的 然後我們就是兩片表布 兩片領布 兩條蹄帶 然後這個是外面你買的蹄帶裡面 環保袋是不會有的 我們加一條這個就是 當你放水的時候 把這個可以扣住它 讓它不要亂跑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做在這個側面裡面 然後你放這個水在哪方面取用 首先我們很簡單的帶過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 你所需要的花邊什麼 自己先把它排列組合好 然後把它車上去或縫上去 我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然後你把中心線對出來 中心線的位置 從中心線過來大概7.5公分 這個位置 我們是要放手把的位置 7.5公分 所以各位在7.5公分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然後把手把放上去 然後放上去之後 大概固定起來 那這個手把注意喔 不可以有扭轉 它必須要順的 這樣是順的 那這邊也一樣 這邊呢我們就做跟它同一個方向 把這個手把同一個位置 這也是一樣不能扭轉 不要扭轉到 像這樣就 不能扭轉到 把它放平 這樣就沒有扭轉 剛剛有點扭轉 它這樣是平的 就沒有扭轉 然後對好 它們是對稱的 反正你們做的時候可以用筆 把它固定起來 這個袋子的長呢 可以自己隨意調整 然後再來我們把它 把領部放上 這個是領部 領部跟本部扭起來 一樣正面對正面 扭起來 頭也要對好 這個太多 1公分 1公分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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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像我現在這樣斷線 在斷線的地方再做迴針 因為我下面這一塊布 是類似T恤那種針織布 所以它會跑出來 所以大家在車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讓它不要 這一塊是平字 這一塊是針織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針織上面的花 針織上面有個引花 然後這一片也是一樣 巴黎布扯起來 兩邊的做法是相同 好了之後呢 打開 打開它 一樣 裡部對裡部 本部對本部 是一樣保持起來 是一樣保持起來 然後車道裡部的時候 大概在一半的地方 然後我們剛剛要 把我們剛剛要做來 放我們的保特瓶的 或是保溫瓶的 放進來 車子夾進去 然後在這裡一樣 多回升兩下 讓它智力點高一點 再來這邊也一樣 好 因為我現在用的布 是有彈性的 所以在車的時候 會覺得它沒有那麼平 那如果各位 在做的時候 可以用沒有彈性的布料 好 一樣喔 我們做包的時候 縫分都在同一個方向 比較好 比較耐用 不要車到你的把手 然後盡量讓把手 全部集中在中間 然後接著把它收起來 我們呢 把反口留在底 有一些人留在側面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一樣把反口留在底 所以呢 我現在車 車一半 也是大概 反口大概都留5公分左右 如果你的袋子很大 可以留7到8公分 我現在 留7到8公分 這個 這個防口 就是等一下 我們要翻過來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底扯起來 一般如果說你的布料 彈性很大 你一直覺得會拉虛 手壓在後面 不要讓它跑 它會抽回來 它就不會虛掉 可是你 壓一段 就要放一段 要不然最後呢 那個布會咬回來 我再示範一次 線斷掉一樣 重疊一段 壓一段 放一段 因為我這個布是有彈性的 它彈性很大 你在車的時候難免會拉開 所以說車的時候 可以壓住它 放掉 再壓住它 再放掉 一定要放掉 然後它這個 它就不會 不會虛掉 車一段 壓住一段 然後 然後 這一段等一下我們是做底用的 所以說 只要車有直就可以了 那我們讓它這個 不會 這個布車的時候 不會被拉伸 再來就是處理 上一次我們 有做過的那個角 那因為這個包 比上一次那個包 大得多 所以呢 這個角 我們會做稍微大一點 上一次那個化妝包的角 那如果說 大家真的很難對 可以把它打開 上一次那個小 所以沒有辦法 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可能覺得有一些人弄 覺得有點難 其實你可以把它全部打開 上一次那個太小 沒有辦法這樣做示範 其實你把它打開 它是一個正四方形 正四方 正四方拉過來 把它的斜對好 底對好 全部做同方向 這個方向要一樣 不可以 不可以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等一下你用就不好用 全部同方向 如果太厚 這個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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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兩個就分開 一個縫混在這邊 一個縫混在這邊 它就不會太厚 那這邊也一樣 同樣的方式 反口一樣在這裡 把它打開 一個正四方形 這個還沒有打開喔 一定要打開 打開這個線 不要讓這個 還有布在裡面 把它拉開 拉開 拉開 它們一定會是正的 而且是旗的 這樣 拉開拉開 直角對直角 這個方 這個正四方要出來 差不多這樣 然後這裡是 帶口的位置 這個角對這個角 一個本體的角 對一個領部的角 然後這樣子 因為這一塊 是彈性布 它比較會跑 所以呢 我會用領部 這一面來撤 你哪一種布 比較不會跑 你就用哪一種布 對著正面車 那我們現在處理這個角 角的時候呢 量 我現在是量 對角五公分 對角五公分 我們先量對角五公分 試試看 這裡五公分 這裡也五公分 然後把它畫起來 等於說這個蹄袋的底 它會有大概八公分左右 那這八公分 嗯 覺得 是你想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撤起來 就把它撤起來 它有點厚 因為四層一起 四層一起的好處是說 你在用的時候 它的領部不會跑出來 不會跟著你的東西 一起被掏出來 那這邊也是一樣 剛剛我們已經對好了 再把這個對起來 抵對抵 那剛剛我們畫的是五公分 所以現在呢 這個也畫五公分 五公分 這也是五公分 其實重點不是五公分 而是這個等距 就是你這裡多少 這裡也多少 然後把它 畫起來 這一段 必須跟剛剛對面的這一段 等長 然後就把它撤起來 然後它有點厚 所以 我把它弄平 如果說 如果說 沒有把握的呢 是可以分開車 分開車再把它固定起來 然後 我們剛剛留的這個防孔 拉住你的 這個防孔 拉住你的 剛剛我們車的裡面 把它全部拉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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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啊 因为我们刚车的缝分在这里 所以你记得 因为这个缝分我们是可以移动的 你也可以上 也可以下 所以要根据这个缝分的 现在这个缝分是向下 摸得出来也看得出来 所以你这个缝分也要向下 让它顺 让它这个顺 然后再说一次 袋子如果要耐用缝分不要分开 虽然它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它会比较耐用 因为它在你这样拉的同时 如果你缝分是分开的 线一旦扯掉 它整个就是开掉了 这边也一样 缝分朝上 这边缝分是朝上 你就把这边的缝分朝上 跟它是同方向 就没有扭到的感觉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口 这个袋子 我们在这里压线 压一道 如果呢 你用的布料 有一点厚 一般来说一开始车 我们会在旁边先开始 然后我现在车的这一段是领布 所以说表布要有点跑出来 推它 推它 推 我们里布是黑色 表布是白 所以推 有点推出来 然后如果布料很厚 跑不太动 你的针木可以调稍微大一点 你的针木可以调稍微大一点 然后布料很厚 然后布料很厚 但是还是别露出来太多 大概露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个是装饰线 刚刚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的压线固定 在车这个口的时候 一定要把压线固定的地方扯住 那我们刚好没有扯住 所以跟大家说要注意一下 差一点点 但是因为在里面所以还好 就是把中式线绕一圈 这样 这样就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把 刚刚里面反口的位置 用缝的也可以 用车的也可以 那我现在用车的把它车起来 用车的也一样 就是压盐边把它压起来 这是刚刚的反口的位置 可以车车可以车 那你们车可以车同色线 那我们因为 我们用红色线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再整理一下 把这个线头都剪掉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好了之后 我们一个简单的 环保袋 购物袋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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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